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1001-2002》 影片开始,法医鉴定了一具女士,结果表明女士是从非常高的高处摔死的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案发现场并没有高楼 法医向上集汇报结果,就在通话当中法医也摔死了 这种离奇事件很快移交给了秘密工作的特殊部门2002 随之我们的男主潇洒和他的鬼魂搭档酱油登场了 酱油和潇洒一起来到了大厦天台,发现这里果然有一只恶鬼 酱油上去缠住鬼魂,而潇洒用一把特殊的手枪射出了自己的一滴血 瞬间恶鬼灰飞烟灭 只不过刚刚的这一切灵异场景都被一个交警看在眼里 下班后,潇洒来了一家折纸店 店里的老头达文西,就是2002部门的最高领导人 达文西告诉潇洒,酱油该去投胎了 潇洒听后十分舍不得 毕竟当年是因为自己开枪失误才导致了酱油的死亡 现在可好,酱油的鬼魂要重新投胎 这意味着潇洒需要重新招募一个搭档 在坐车回家的时候,一个美女小丽向潇洒借交通卡 潇洒不愿意和陌生人多说话 就谎称自己交通卡的钱不够 弄得场面很尴尬 这是一位好心人走上前来主动拿出了自己的交通卡 不过小丽并不领情 很显然小丽这是看上了潇洒 无奈之下潇洒拿出了几块零钱借给小丽 两人也随之有了一些交流 其实潇洒对小丽是有一些印象的 因为这趟公交车上他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只不过潇洒的命不好 她的手心长了一颗红点 起初她还把手心里的红点当成桃花痣 于是到处勾搭女孩 结果连续嗑死了几十人女友 最后经过询问达文西才明白过来 自己手里的玩意儿是天煞孤星 克父克母克妻子 为了不再伤害别人 潇洒从此一直不敢跟陌生人太亲近 第二天潇洒一出门发现自己的车被贴了18张发单 下一秒一个交警走了过来 交警小明表示自己目睹了那天晚上天台发生的一切 有阴阳眼的她想申请加入潇洒的特殊部门 看着小明一脸正气 并且自己正好缺一个伙伴潇洒答应了下来 当晚两人就一起合作外出 想要抓捕维非作歹的火鬼 过程中处出茅庐的小明差点被火鬼诱惑 关键时刻还是潇洒一个人力挽狂澜 用枪让火鬼灰飞烟灭 火鬼一死 她的好友水鬼怒火攻了心 发誓要为自己的伙伴报仇 晚上一个婆婆的鬼魂 拖潇洒帮忙照顾自己在医院昏迷的孙女翠翠 善良的潇洒答应了下来 她带着小明来到医院 没想到竟然偶遇到了小力 而小明则对翠翠一见钟情 离开的时候 小力还给了潇洒一千人的车费 这样一来 多拿了钱的潇洒就又可以有借口来找小力了 回去后 打完期看到潇洒面带桃花 就警告潇洒她会客死人 不要轻易和别人亲近 想到这里潇洒马上又回到了冷酷的样子 直接回到医院还了小力的钱 心又告诉了小明一个不好的消息 她的洋兽快到马上就要死了 小明天后立马崩溃 自己刚开始和翠翠谈恋爱 怎么死亡就来得这么突然呢 就在这时水鬼突然来袭 小明根本不是水鬼的对手 随后潇洒及时赶来 在纠缠当中 潇洒和水鬼跌入了泳池 水鬼遇水之后功力大增 直接把潇洒打死 经过抢救医生给潇洒下了死亡断定 这让小明不知所措 明明要死的是自己 怎么变成潇洒了呢 潇洒的魂魄找到小明 并让她帮自己找来了现行水 她利用现行水去找到了小力 并想和她告白 第二天小力看到了被抢救的潇洒 才明白昨晚见到的 只不过是潇洒的鬼魂 而与此同时 小明的身体里突然钻进一道蓝光 没错 她被水鬼附身了 画面一转 警察见潇洒已死 就要求小明上交所有武器 决定撤销2002 与此同时 水鬼暴露了原形 开始大杀四方 潇洒的魂魄听说后 及时赶到和水鬼在阴间打斗起来 结果自然是水鬼一通狂虐 关键时刻 大温西带来了一把只做的锤子赶来 直接烧给潇洒当武器 果不其然 潇洒手里立马出现了一把大铁锤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潇洒仍然不是水鬼的对手 就在水鬼将要打死潇洒的时候 小力拿起除颤仪 惦记了潇洒的肉身 身体通过魂魄传了出来 震开了水鬼 最终小明的身体渐渐有了一丝意识 她拿起了枪自杀 和水鬼同归于尽 而潇洒留下了代表爱和重生的眼泪 故事的最后 小明和潇洒都被抢救了过来 潇洒也和小力走到了一起